那其實台灣政府一直有釋出一些開放資料 那其實有一些開放資料是帶有經緯度的一些坐標的情形 儘管它可能不一定是WGS84 可能TW67 因為它可能資料量比較老 或是TW97的情形 那其他因為都是開放資料授權 其實都是可以賄賂開放OpenStreetMap裡面的 那小B接下來就會講說 就是目前我們賄賂政府開放資料的情形 比方說地址資料目前就在進行中 像我們已經進行的 台中已經在前年來去年的時候已經做了 那今年的話台東縣苗栗縣 還有就是台北市 還有就是台南市都已經賄賂完成了 那高雄市正是在做進行那個資料的那個準備工作 所以就是等到檢查完畢之後 把跟既有的地址點位整合之後 就可以把這100多萬筆的地址點位都上傳上去了 那其他的一些縣市的部分的話 桃園市跟新竹市也有釋出來了 那其他的縣市的話目前是沒有釋出來了 那期待就是觸發部呢 就是加緊催促各地的縣市政府能夠釋出這個非常基本的地址開放資料 那除了地址之外咧 目前在OpenStreetMap上面就是高速公路的ETC 門牌資料 那個門柱資料 還有就是TDX的一些公車點位等等 U-bike的站位都有定期 不定期的去會議進去了 那小B這邊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就歡迎小B來講他的題目 那今天我就來講這個題目就是關於 政府開放資料在OSA上面的賄賂狀況 跟接下來我們會遇到的挑戰 通稱我又脫稿了 請大家催促我的一個演講題目 好 那先講一下就是我是誰 就是我自己算是從小 就是一個OpenContent 或者是OpenSource的一個支持者 然後我現在叫 大家可以叫我小B 然後我的正職工作是全壇工程師 對 現在成為萬能工具人的全壇工程師 然後你可以從JawsGrid到Python 其實都可以問我們問題 然後對我自己來講 業餘就是一個地圖愛好者 我從小開始就喜歡閱讀地圖 然後有時候會去看地圖 然後哇這裡好漂亮 就跟家人說 我們下次去那邊玩的那種人 然後所以現在也是一個 非常積極的一個地圖貢獻者 就是盡量就是整天把自己累死那種 就是要把工作做得很好 要把地圖畫得很好 就是萬能工具人 把自己累得半死的這種人 對 這是我最近在苗栗的一些繪製 基本上這是我基本上的一個 畫地圖 個人興趣模式的一個工作內容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我們今天講到這裡是什麼 就是關於開放資料跟OSM 這兩件事情怎麼會扯在一起 以及為什麼我們要把它扯在一起 政府開放資料是這幾年從 慢慢的大概是近十年 從歐美那邊所引路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政府應該把很多一些 屬於公眾議題的 就是屬於應該要歸功的東西 我們要把它以對應的授權方式 把它開放出來 然後給大眾使用 所以說這幾年特別是從歐美那邊 吹出了一股政府開放資料的風氣 然後這股風氣很快地帶到了台灣的公務權裡面 而且現在有很多縣市政府很積極 把這個當成一種績效 把這個當成一種很重要的業務在辦理 例如像台中市的開放資料部門就很積極 對 然後也有很多 像很多縣市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北部比較多 現在隨著就是時代的改變 我感覺每一個縣市政府對於這方面的資料也越來越積極 所以長期下來就是一個蠻好的改變 那開放資料的內容中 也有很多是關於圖片 圖裝類的內容 就GIS類的內容 就像說我們等一下會提及的地址類的東西 這些東西也可以慢慢可以為我們所用 所以說我們來到下一個重點 就是OpenStreetMap 開放街圖 那大家應該聽到這邊 應該已經很清楚開放街圖是什麼東西 如果還不清楚 我再試著再描述一次 它就是一個內容完全對內容完全開放的地圖 你要拿來幹嘛 你自己要拿來混用 要拿來自己架圖專要幹嘛 其實都只要符合授權的規範都可以 就是你基本上 你要甚至要拿去商業使用都沒問題 所以這東西目前不只是它作為一個網站 也作為一個資料庫 而且目前也有很多商業公司開始試著去壓住這家 試著去壓住這個系統 因為這個系統看起來可以讓大部分的人用合理的價格 跟用合理的方式去取得全世界等級的地圖突資 對 但這種東西好處就是它公領域的事情可以很強 壞處就很明顯 就是它沒有它種誘因需要投入 就是說你可能有一家店新開的餐廳 你可能會第一個標在Google上面 標在FB上面 可是你不會有那個動力特別標在OS上面 就是商業公司的地圖要完整性 它要你收到餐廳 然後它可以收稿告錢之類的東西 就是相對於它就是非商業的東西有它的相關的限制 而且目前商業公司對於在 直接在這個系統上做這件事情 沒有太大 還沒有太大的想法 就是大部分都是基於這個東西 在打一層商業的要素頂居 對 所以這當然就是OS在目前一個比較明顯的缺陷 那再來再講的是這兩個東西要怎麼合 對 就是政府釋出的是什麼資料 它可能釋出的是一些 他們從他們自己內部的資料庫裡頭 直接按一個立存新檔 然後丟出去報CSV 然後說 喔 這個是開放資料 然後用開放資料一般丟出去 然後 欸 結束了 然後他們可能承辦的人就是 每半年做一次這件事情 然後把它上傳個新版本 對他而言 這樣就結束了 可是對我們而言呢 我們拿到的是什麼 我們拿到的是一個例如說 上面這個東西 忘記哪一個是 就是結束了 好像是高雄市 這是他們這邊的一個公開的一個 那個 地址 就是所謂的地址資料 就門牌號碼資料 門牌號碼資料是屬於各縣市 戶政事務所那邊在管理的 所以印象中如果授權應該是屬於各縣市政府 然後他們會集中放到內政部的公開平台 然後內政部的平台大家把它卸通 實際上會用內政部的平台匯整 但開放資料時是以各縣市政府為單位去做開放 然後它會說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 各縣市政府對於這個資料如何運用 其實也有他們自己的 他們釋出的格式 可能也是他們自己內部的格式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說 它有自己的代碼 可能是內政部系統的代碼 然後跟它在哪個里 什麼路 然後幾號還有幾樓 壞掉其實這個號可能還是全形的 然後呢 它還會有 再來就是說 它還會有坐標系 但坐標系就更麻煩 因為其實像很多 像我們拿到的資料在台北市 它是用TWD-67 就政府單位來講 他們習慣使用我們台灣自己的坐標系系統 因為台灣前幾年有訂TWD-67 後來有訂TWD-97 可是以現在世界系的GIS系統 也目前主流都是用TWD-67 坐標系統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我們 拿到手的資料還要再做一次轉換 就坐標系的概念就是 今天一顆地球 我需要這個點在哪裡 在我們對每個坐標系 就是把這個東西用不同的方式換算 然後會得到不同的數字 然後又涉及到一些投影之類的 一些地理學的原理 所以其實這個點 這個點在地球的哪一端 這個是坐標系定義的事情 但每個坐標系可能換算的原理不一樣 所以它會有細微的誤差值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很麻煩 要一直去確定說 我今天Position上去的東西是對的 然後呢 OA線上的資料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General Database 就是它理論上什麼都要可以篩 所以因為你什麼都要可以篩 所以你會變成說 我需要去定義 OA線的內容就是一個key 一個value 就是一個值的對譯 所以我們需要把這個東西轉成說 它的地址 然後它是台北市大安區 完整的地址幾號 它在哪一個像no 所以對我們來講 所謂的匯入資料 不只是把資料變成那個格式 而是把資料打成 像打成我們裡面要進去的樣子 所以這東西之所以會有挑戰 其實很大的原因在於 這個步驟很花時間 那接下來 好 所以剛才講到了就是說 對開放資料的OpenStreet到底哪裡難 第一個難是它需要有標籤的匹配 因為OASM就是一個號稱 全能的地圖資料庫 然後每一個標籤如何定義 需要一個社群公司 例如說 可能我們要怎麼標商店 怎麼標公園 怎麼標電塔 都需要一個明確的標示方式 所以這地方就是說 第一個是我們內容要轉成 共識的標籤下法 然後再來就是資料品質 因為可能本來對於陳茂雷 它就是利存心黨 給它轉上去就沒事了 可是它本來的品質如何 我們很難確定 所以說 我們進去的時候還要確認說 第一個 它的點哪來的 它的點到底這麼正確 它點有沒有更新過 我們都要去想一下 然後我們可能會能夠核對一下 確認一下再把它丟進去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不然你丟進去的資料會很雜亂 再來就是需要 再來就是需要定期同步 因為像台中市 他們大概每幾個月或是每幾年 都會把很多資料庫做定期更新 然後我們萬一定期更新怎麼辦 目前我們還沒想那麼遠 可是我們有一些手動努力 把那些東西慢慢地同步起來 所以 但是這東西就是很需要 在額外地去做一些努力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講一下說 我們目前為止做哪些努力 目前比較大的努力 是在那個地址門牌資料上面 就是我們目前社群 像金凡他主義處理的 台中市很大部分 然後Denis都處理了 剩下的一些 剩下的縣市 他還很努力地在處理 就地址資料難點 第一個是 每個縣市會有自己的職業集 然後隔世會有些微的差異 像台北市的座標系不一樣 它很奇怪的時候 提早第六期 對 然後呢 資料本身品質都是縣市而定 它有一些複雜情境 例如一個點可能好幾個地址 例如說一個點可能 有二樓 三樓 四樓 五樓 都放在同一個地址 一個點 像可能有一些老公寓 它可能7號跟711號 在同一個地址 然後像這些村落 眷村 其他特殊的地址 例如說 會有一些地址在眷村 它可能門牌都到眷村 就叫某某星村幾號幾號幾號 或者說村落的話 就只會到村落的名字 然後像我們之前在匯入台南市 還會遇到一些罕見字的問題 有一些罕見字是可能 以前拿走BIG5編碼級 沒有的罕見字 所以它可能進的時候就會亂碼 或者是用其他錯別字來替代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當初 我們監察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最後就是 它點的數量蠻多的 而且偶爾是一次能夠上傳的 資料級數量會有相對的限制 所以我們會需要說 把它做一些細分 做一些處理 然後做一些切塊 或之類的東西 讓資料可以順利去匯入進去 然後轉成我們要的格子再進去 好 再來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實際在匯入的成果 我們目前完成了 台中市 目前有公開的資料集裡面 台中 台北 苗栗 台南 台東 都進去了 這在處理鋼銅市 還有兩個縣市還在處理 然後呢 匯入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說 像下面它的張圖 你看它說下面有個 有個密密麻麻的點 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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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我們從政府公開資料 也有匯入的門牌資訊 然後它右邊就是比較完整 現在才 左邊那個是苗栗 縣 頭盆市 頭盆市還講 我就故意挑幾個 沒有畫 很大 沒有畫點的地方 匯入了之後有個好處 當我今天開了一家新的餐廳 或新的 或新的 或新的飲料店 然後我就想說 欸 我要不要它 我寄它門牌號碼幾號 我就可以得清楚地知道 喔 原來在這邊 其實這樣後續編輯的時候 還滿方便的 只是目前我們不太鼓勵大家 門牌上面直接加資料 因為這樣有點凌亂 我自己或是會另外開一個點 可是你自己喜歡我 我都會覺得無所謂 對 然後再來就變成這個台南市 台南市這邊西門 然後這邊是國華街 你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資料匯入之後 對於整個資料品質 是有滿大程度的改善作用 另外一方面就是 相對是現在 OASM在項弄的表現特別差 所以說呢 你可以透過這個地址資料 然後說 這裡有個項子 不知道它有什麼名字 我發一下門牌 喔 這門牌是幾項幾項幾項 我都可以把路給補進去 會有這個直接的作用性存在 所以它對於地圖品質的改善 是沒有滿正面的意義 那接下來呢 那是另外一個我們還沒有去Discover 可是已經有人在偷用的東西 叫建築物資料 建築物資料目前最完整的是台東市 台東市目前他們團隊有釋出 那個舊省霞市 也就是所謂的 東西南北中區西屯南屯北屯 這幾區的那個完整的建築物資料 資料 他們應該是目前釋出的資料 幾面最完整的 就是這幾區幾乎都是完整的 涵蓋大部分建築物的資料 然後已經有的人 已經偷偷把它轉過去放過去了 是 我自己是有想要把它做系統性的賄賂 是一直都沒有 還沒有那個時間阻力 可是你可以看台東市建築物 有一些區域蠻完整 像北屯有一些區域 因為有其他的貢獻者 已經默默地把它偷搬過去 然後台北市的部分呢 很高興我記得看到台北市有釋出 一點看來看哎呀 走才一點點 大家可以看一看照片 就是台北市的話 他們的資料完整度就 他們釋出的資料完整度 可能就差一點 當然可能跟他們轉換 或跟他們內部作業的程序有關係 但是就是還需要再努力 然後呢台東市的主要問題 就是太多了 因為很顯然的 以建築物的那個規模來講 可能要涉及數十次的賄賂 才能把我做完整的賄賂 所以相對之下 會需要比門百哈馬多 好幾十倍的一些技術努力 所以然後再加上 我們如何處理跟舊有資料 例如說我自己 也畫了很多建案上去 那怎麼處理新舊資料之間的 整合跟合併 也會是一個蠻大的難題所在 對 建築物的部分就是 我們還沒有去discover好的議題 然後左邊這個是 台北市信義區的建物圖 所以它很不完整 就是因為它涵蓋量目前相對低 所以慢慢再墊起來 可是目前涵蓋量都相對低 所以目前台北市在找 大號場那邊還可以 就是很多地方很難要再去努力 我們以後再去做這個東西 要怎麼發展 台東市都很完整 這邊是我 這邊是西東區縫甲附近 你可以看到說 它進入每一棟建築物的畫密碼 是一個已經可以馬上利用 馬上轉換的資料機 它的問題的法是太多了 以至於我要一塊一塊切起來 一塊一塊檢查 就是它需要得技術的問題又不一樣 這個是太少 這個是太多 就這兩個東西在賄賂的執行上 都有一定沉重的難度在 再來就這樣 好 那除了建築物方面的資料之外 再來就是比較 再來就是所謂的大眾運輸類的資料 大眾運輸的話呢 交通部有一個行之有年的API系統 叫做TDS 自己的改名叫TDS 就運輸的資料平台 然後這個平台本來沒有明確授權 最近改成 這幾年改成開放資料1.0 就剛好可以倒進去 但是它是屬於這個公開 如果你有用過任何一套公車動態APP 現在全部的公車動態APP 全部都是接 叫做TDS系統 也因為大家都在接 所以那個系統的加入比較麻煩 你要先註冊 註冊過後你要驗證身份 你是不是亂填還要被打回票 對 我真的被打回票 所以我一直還沒有時間處理 對 就是你阿田說你是哪家公司的人 你是為了什麼用這套系統 然後呢 你用完之後還會有額度限制 就是因為很多人可能會亂戳 所以到後來我們就加了額度限制 然後很多人在這個裡頭 做了很多更有趣的應用 這不在我們今天的範圍 可是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例如說很多人拿來做台鐵的排班預覽 很多人還有那種為了公車迷住要走公車核實來 就是看你一台車號的 看查車號他跟你講他昨天幫他拿幾班次 有人做到這種程度的應用 可是以我們來講我們比較重要的應用是定點 就是說站牌在哪裡 然後呢 U-Bike在哪裡 目前我們做的比較好的是公共自行車 就好像 目前呢 U-Bike幾乎快要統一全台灣的公共自行車市場 所以 基本上我們在講的就是U-Bike的點 然後U-Bike的點目前 我們各縣市有好幾個人會定期的去戳 定期的去 定期的去維護 所以 目前可以看到說 這些是就是 上面這些有456overpositive的跑出來 全台灣的公共自行車的設置點 可以看到說像雙北 台中 新竹 台南 高雄 都已經非常密集 我們也會繼續定期維護 這難度蠻高的 所以我們還是很努力的在進行 然後公共自行車站牌的路線的話 公共自行車的處理 遠比點的處理難十倍 所以目前的進展非常慢 但是站牌的部分已經慢慢有緊急 因為站牌的部分比較好維護 我們也蠻定期的在做站牌的維護 所以 可是站牌也是因為資料的整理有難度 所以目前都是手動進行比較多 就是目前的純自動進行 而且很多人跟著抄了 所以目前你可以看到說像是很多山區的鄉村人來講 他們 就是他們國主中心委託的外包廠商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也會參考它的資料 然後把鄉村的資料給補進去 然後呢 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就是屬於苗圖 所以它比較不像匯入的問題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剛才講到電塔跟電線桿 然後有一些台電的公開資料 可是就如同上一場演講所說的就是幅度還沒有很多 而且左修圖也有問題 所以我們這種東西目前 然後呢 就譬如說山區 山區有一些人 現在OAS另外一個很大的用途是 作為登山地圖 然後有一些人是 實際上上山看到這裡有電塔 就會把它描下來 所以這一塊木製為止 屬於手動import的部分比較多 而且以電塔而言 就是實際上在山區裡頭 作為導航系統的機率比較高一點 因為眾所皆知 譬如說台電有個神秘的東西像電塔坐標 你可以用電塔代碼直接對應到精緯度 這是一個登山迷常見的小知識 所以說他們 對於他們登山族群人員 這東西的應用性比較高 所以會手動處理 再來就是比較熱門就是像消防栓 就是像各縣之社母都有釋出消防栓在哪裡的資料 所以右邊這邊就是全台灣 目前有公開的縣市 它所放的消防栓 目前約六萬五千個消防栓 然後你在避避避的時候可以看到消防栓 你不要意外這是 其實是真的消防栓 再來就是一些 其他的像高速公路ETC門柱 這東西 實用價值的普通 是我們先把它先放進來 還有甚至更早一點 像緊急避難住所 就是像金房他們的團隊 之前就花了很多時間在處理緊急避難住所的問題 還有一些比較可惜的資料 像銀行 以前儘管會得銀行資料有經緯度 但是應該很顯然那個經緯度資料的來源 可能是其他東西轉換了 所以後來可能又發現不符合那個 後來經緯度又拿掉指針地址 所以我們又沒辦法用那個資料了 所以也是會有這種現象產生 就是你可能又發現 哎呀知道不開了 或者是知道改變格式了 這個不給定點了 這個問題也很多 所以這就是另外一個滿大的難點所在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 好 那我們今天講到最後一頁就是 那到底有什麼挑戰 其實剛才講了那麼多多的挑戰 我們在這裡重新做一個conclusion 到底有什麼挑戰可言 首先第一個挑戰就是 匯入過程之中 我們要怎麼執行正確的匯入方式 我們要不要導入工具 例如說看看幾萬筆幾十萬筆 我們要怎麼正確的導入工具 把匯入平順地做完 再來就是人史資料來源 我們要怎麼檢查它的品質 那我們可能要稍微少過一次 啊這個 例如說 台北設地的原材資料 整條路歪掉 這可能這條街正常 隔了一條巷子 全部歪五公尺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處理 再來就是原始的地域同步 例如說 有的縣市可能半年傳一次 一年傳一次新資料 完蛋了怎麼辦 對 然後再來就是以匯入資料 我們要怎麼長期維護 萬一有人亂搞怎麼辦 然後有人在上面 根據那個東西去改動了怎麼辦 這個是屬於我們還在思考的問題 最後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進一步利用 匯入的資料去 強化我們目前的地圖所有的資訊 例如說 就剛才講過了 如果我們有門牌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條路要什麼名字 這個巷子要什麼名字 其實也幫了很大 或者說這個村落 在門牌上叫什麼名字 對 然後其他資料的部分 我們也在探索可能性 例如說像電塔資料 假如台電跟你講 這個便利所要什麼名字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電就從這邊送到這邊 而且電塔這種東西是屬於 你在衛星圖上面 儘管看得很大 可是你很難猜測它實際上長怎樣 所以可能要多重推敲 然後你才能夠把完整個電碗畫出來 就很難 因為當初我一開始在高壓電塔的時候 也發現說電塔其實彎彎曲曲的 而且也經過山區 而且可能以前圖紙樓缺 就沒有辦法完整的繪製 這幾年改善的狀況越來越好了 只是很需要努力 好 那大概今天我們的演講就講到這邊 就是關於政府資料的匯入 跟我們正在做的事 跟我們想做的事 跟我們希望能做到的事 好 那請上謝謝大家 OK 那我前面有延遲七分鐘了 所以就開放提問那樣子 那有Slido、CostCup、GPT 或者是到那個現場提問的 那工作人員會協助提麥克風 那現場或者網路上有人要提問的嗎 那我可以問一下小B這邊好了 就是通常都用什麼工具去做簽處理的 我自己的話 像我們OpenStreamer的免體器 是用一個Java的免體器叫JOSM 然後JOSM它可以裝Plugin 你裝了Plugin之後 它可以載入SHP跟CSV的檔案 然後可以做一定程度的坐標器轉換 所以其實通常的話 我都會先用JOSM 然後打開一下Shift file 或打開CSV 然後大概確定一下 這東西應該沒有問題再進去 OK 那現場有人有問題嗎 或是Slido這邊 我有把連結貼到Costcap的Telegram這裡 請說 那JOSM怎麼處理資料的分析 那好 分析 那請問你的分析是指哪一方面的 我指是分析 噢 目前有一些插件叫Conflation 它可以處理3Waymoji 但是它的完整度我認為有代償卻 對 OK 如果現場或線上都沒有問題的話 噢 那邊 好 好 精確度嗎 好 那這樣我講到說 第一個問題是坐標系的問題 因為台灣有自己的 台灣政府有自己的坐標走系統 就是叫TWD67跟TWD97 然後呢 坐標走 我再解釋一次坐標走的 坐標的就是 地球上有 地球上是一個圓 然後我要去定義某個點在哪個經緯度 對 然後這個經緯度實際上會 每個人換算的方式不一樣 因為地球不是一個完美的圓 所以其實不是一個完美的球體 所以你實際上 只要去定義說這個點的號碼是幾號 就是你必須定義距離多寬 然後0是幾到180在哪裡 然後問題就在於說 這個東西是全球性 然後以前會有一個問題 這個東西全球性 所以其實全球性很麻煩 就是你可能一顆球 你緯度高的地方一圈比較短 所以很多國家都會自己定自己的坐標系 因為對它也比較方便 而且比較符合它當地的 因為你距離換算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誤差制 所以以前會有所謂的 提早第六七個提早第九七 只是因為這幾年全球化 所以然後再加上電子地數不及 所以大家會需要一個 像WGS84 就是一個全球性的 就是我今天 我今天這個點 全世界的坐標都一致 譬如說全世界都找一個這套系統 我才能夠寄送的把它畫在上面 所以東西轉換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誤差制 然後再來就是零件檔的時候 零件檔的人可能也會有 可能你拿到的圖子也會有誤差 因為自古以來 其實我們畫地圖的時候都是 近三十年 實際上都是買人家的空照圖或衛星圖 然後在上面再疊東西上去 當然可能政府會有更精確的空中窯冊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沒有辦法做到那麼精確 然後GPS也是這二十年才有的東西 所以相當而下要做到很準確 其實一直都是自圖界一個很大的難點 所以在加上還涉及做標題轉換 所以它的精確度 當然就是會打壓一定程度的折扣 所以確實我們是要再檢查一次 OK 後面有個問題 請工作人員協助滴麥克風過去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你賄入的門牌跟建物會有匹配嗎 第二個就是你要怎麼處理縣市政府他們的道路整編 因為道路整編你改了路名 那你的這些門牌的更新是什麼時候要做 好 那我先回答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我們暫時無法保證 第一個就是建物的資料部分 目前做得比較好在前層台湖市 台湖市都不好 我是覺得台湖市的資料品質相對好 因為他們有專門的GIS中心 而且他們GIS中心確實 就門牌資料跟建物資料目前看起來準度都非常高 所以目前看起來匹配是 就是他們還是會是獨立的資料 因為他們是兩種獨立的資料機 就是他們目前OS也沒有很好的全數方式 可以把這兩個東西完全自動化 把它做間接在一起 所以我的想法是他們目前是獨立的資料 可是他們有機會運作得很好 所以你也講到一個重點 像OS上面很多它怎麼門牌啦 建植物啦 巷弄啦 疊在一起 然後沒有處理好 這在我們的地圖上面也是顯而易見 所以就需要大家很多時間再去做整理 然後第二點就是關於門牌整病 這個我們有遇到好幾個案例 就例如說最近太平區多了一條叫市民大道 就不知道為什麼太平區的人覺得 我們這個路終於打通了 要取個好聽的名字就取名叫市民大道 然後改了幾百個門牌 然後我自己有稍微檢查了一下 當我想改的時候發現有人改好了 結果有人已經知道把箱子改好了 然後沒平上去 所以以這個整編來講的話 目前大部分的狀況都是可以 如果可以手動處理的 很多人會手動處理 像太平那個市民大道 好像就是像那種的名字改掉 門牌改掉而已 所以有的人就自己處理 或者是自己點上去 可是這東西目前確實是我們一個 沒有做到很好的點 因為很多時候確實你講對了 很多門牌在台湖世界好幾次整併 是跨行政區的整併 這就會涉及到門牌的順序改變 號碼改變 然後因為我們好像就一兩年才會錄 所以我們還沒遇到這麼重大的問題 可是確實如果真的遇到了 我們可能會用一個做法 是我們取一個subset 例如說我們可能取說 這個錄名開頭的 把CSV一頭取資料 例如說這個錄改要什麼名字 以它的名字做subset 然後我們再試著把它堆上去 再重新上傳一份 這是一個比較可行的做法 對 這是 當然你也講到 這是我們還需要探討的一個問題 好 謝謝 我這邊分享一個鬥知識 我目前在處理高雄市政府那邊 釋出來高雄的地址點位 就發現很有趣的現象 就名義上是屬於高雄市管轄 太平島跟那個東沙島 是沒有資料點位在這兩個島上面 但是在郵政的方面的話 就是你是可以寄到這些地方的 他們應該地址格式 應該是屬於五入名地址 什麼太平島叉叉號 或是東沙島叉叉號 這種格式的方式 那在OpenStreetMap上 好像有人去標他們的地址 這樣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請問現場還有問題的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這邊就結束了 那就給大家給小屁一個掌聲 好 謝謝 那下午的議程的話 會是1點20分在這裡開始 就是